好 最近消息就是在桃园市新屋区长祥路的资源回收厂 在下午的时候突然间起火燃烧 那么透过画面当中可以看到这个消防队到场的时候 火势非常的猛烈 现场是伴随着大量的黑烟不断的窜出 那么至少有300平方公尺的铁皮窝被烧到决身下了骨架 消防局是立刻出动了30辆的消防车 还有70多米的人力万就 里头也发现大多都是多一基塑胶制品 所幸没有人受困伤亡 想谢其火原因还有待理清